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电器专家讲坛,我是赵志范 今天我们接着谈一谈技术移民如何找工作的事情 那今天的话题是,找工作这个猎头公司能有帮助吗 其实呢,这看怎么讲 一般来说呢,在本地人呢,他们都喜欢用这个猎头公司 用agent帮他们找工作 他们一旦失业了以后,很多人会找这个agent帮他们找工作 为什么呢,因为agent呢,他们本身呢,就是干这一行的 他人脉比较广,信息比较全,手里的职位很多 很多呀,在西方社会这种公司里边比较高级的位置 他们都通过这个agent去找,而不是自己去找 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 一个公司很重要的职位,他会委托几家猎头公司帮他做 所以你在网上会看到,哇,一个职位好像贴了好多次 其实就是不同的猎头公司在找同一个职位的这样一个人 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给这种senior或者是更高级的一些职位吧 那猎头公司其实挺多的,为什么呢 尤其在这个就业市场比较好的时候,猎头公司他们的生意很好 一般来说他介绍成一个职位呢 他至少要收取这个人的一个月的工资甚至更高 所以在就业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猎头公司 他们收入也很好 那猎头公司对找这种比较高级的职位 他们比较感兴趣 而且这个公司呢,对这些高级的职位也喜欢用猎头公司来帮他们找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找的工作是中级或者高级一点的 那你本身的background又比较强 那这个时候用这个猎头公司呢,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刚毕业的学生 或者是我们刚来的新移民 或者我们只工作时间比较短 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找猎头公司 但是猎头公司对你可能兴趣不大 因为他觉得像这种机会大把的多的是 我就说这种intro level找工作的人呢,多的是 他就像一个金字塔型的 越高级的越在这个塔尖上 那么越低级的中级 level,intro level 这一类的candidate是非常多的 就相当于在这个金字塔的底部 所以公司他也没必要雇这个agent来找这些intro level 或者是中级来过这样的人 那一般来说这个agent他都做什么呢 为什么需要agent呢 一是公司呢,他的HR没有那么多精力 来找人发广告去interview 他雇用这个agent以后可以帮他找到更合适的人 另外一个这个agent本身可以帮他做很多的具体的工作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这个agent呢,他也帮这个找工作的一方也会帮助一些 比如说他会跟你讲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公司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呢,他会跟你interview一下 摸摸你的底,看你是不是适合这个工作 另外一个这个interview呢,他还会作为一个中介呢 帮你谈这个这个工作职位的工资待遇啊 这类的他都会帮你问 所以有这么一个中介其实也是挺好的 但是我们要清楚啊 这个中介呢,就跟买房的这个经济一样 它不起决定的作用 就是说他对这个公司雇人呢 能够有一点小的帮助 比如说他帮你买原体聚啊或者什么 但是最终决定雇不雇你 那还是那边的hire manager说了算 因为即使agent的interview你 但是他帮你推荐给这个公司了 推荐给雇主了 这个雇主在雇用你之前 他一定要安排自己的interview来确认这个人是不是可以 所以呢,我们不要对这个agent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这个agent呢 他能够帮你找到一些工作机会 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小的帮助吧 因为找工作呢 我们可以用各种渠道来找 我们也不能排斥这个agent 但是一般对interview来说 很少用这个agent agent也很少做这方面的工作的中介 还有一个 如果我们想通过agent帮助找工作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联系多家一个agent agent有很多 我们找工作 如果对这个agent的这个渠道来说 我们可以多联系这些agent 一旦需要找工作的时候 或者他们有机会的时候 他们也可能联系你 所以这个是我们平时应该积累的一个人脉 也是找工作的一个渠道吧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agent的问题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这个agent呀 他有的时候打出很多广告来 他并不一定有那么多职位在手上 他可能是为了搜集这个申请人的resume 所以他可能会打出一些这个招工广告来 他搜集这些resume 他呢 其实要建两个database 一个database就是雇主的database 另外一个database就是顾语申请者的database 他这两个database越大 对他这个做生意越有帮助 因为这样互相 他给你找这个搭配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 成功的单字的数量也会多 相对来说 他的收入也会比较高 比较稳定 所以呢 我们大家在网上看到一些广告 一些agent的打的广告呢 有的时候你可以投 但是他并不一定是一个真的实质的一个工作机会 那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那有关这个借用职业中介来找工作 这方面的事情呢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找工作呢 能够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次见